介紹一下大家如何維修你的火牛 通常用一年左右 因為裏面積聚的塵油多 再加上它用得太久的話 直接加上它裏面的貝殼會壞 如果你用整個Suppire來換的話 或者買過一個 通常起碼要上到過百元 如果自己去做的話 通常你見到裏面這裏 那麽大的風扇 你其實可以去電腦店 找回一個類似這些那麽大的 找回120 120的話 它有靜音 還有 你放上去的話 它感覺上 就會沒有現在這一部機那麽吵 因為它現在用了內座 我可以示範一次給你看 當你拆上去的話 你會聽到那把風扇聲是很吵的 那麽 那麽 當你拆上去 又可以測試它 那把風扇 那麽 可以聽到那些風扇呢 會很吵的 那麽所以呢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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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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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你上台式機的電腦剩餘的電腦剩餘 你要上到差不多8-5-6元 然後你才可以有一個剩餘的聲音 現在有這個吵 我就教大家怎樣可以換一個比較靜一點 因為我買了這些就有顏色 一來你可以fancy一點 弄出來漂亮 二來它又可以弄出來的聲音就會很靜 我教大家怎樣可以維修把風刺膜 首先 一個電源要拔掉 因為你的電源放在這裡會電到自己 你看到這裡有4顆螺絲 大家要準備一些東西 起碼要有一個螺絲批 還有一個膠紙 還有一個鉗的 OK 它其實只有4顆螺絲 很簡單的 你將4顆螺絲把它拔開 把它拔掉 這4顆螺絲其實是為風扇的 再打開,因為你一定要留下一顆,不然它就會散開 先打開三顆,然後打開上面小的螺絲位 這個就封住了 先打開這顆 然後就打開這邊這顆 這個就因為有一個膠紙在這裡 再打開它 拆開這四顆之後,其實整個蓋是很容易抽出來的 要在旁邊移一移位 在這裡也是這樣攤位 其實整塊就可以蓋出來了 整塊蓋出來了 看不看得到呢 這個呢 這個呢,實際跟我買的這個火牛是一樣的 看不看得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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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裡實際有兩條線 這樣拉下去呢,這個有一個隙子 那你最重要就是拔掉這個隙子 然後呢,你將這條線呢,你預少少 那譬如說,在這裡這樣轉斷它 那你轉斷了之後呢 那你轉斷了之後呢 而此類推 因為你這個頭呢 其實跟這個頭不對 那所以呢 你轉斷了這個位之後呢 你用這條線呢 跟這個頭呢 換轉 就轉了它這個 就拔上去 你拔上去之後呢 放回這個火牛之後呢 然後呢 你再蓋上它的話呢 這樣呢 就可以測試到呢 它是究竟不動的了 那現在呢 我就 拆了這個東西 就換了 換了它先 那換完之後呢 我就會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呢 它出來的效果是如何 這個風扇 就拆了它出來 因為它這個呢 就會吵 那現在測試一下它 因為我就說 換了剛才那隻 有顏色的話呢 那個呢 就會很正音的 因為之前呢 就很吵的啦 那所以呢 我就拆了它之後 現在放回那個風扇上去啦 如果放回風扇之後呢 我們就要測試一下它 究竟它吵不吵 那也是照舊啦 放回條點線上去啦 那 看不見到 現在我換了那個風扇之後呢 那大家可以聽一下 是很靜的 還有很靚的 那所以 其實呢 你可以 譬如說 如果真的火牙壞了的話呢 你可以嘗試 自己走去呢 就買把這些風扇 那然後自己換了進去啦 那其實是很簡單的 因為 我都拆過裡面其實是沒有什麼的 就是一個個個鍵位的 最重要就是 你剪回那兩條線啦 那 你剪回這兩條線啦 你鑊上去之後呢 就用那個 剛才我不是說 用過膠紙的 那你放上去之後呢 你可以弄到呢 整把風扇呢 一來呢 就外觀了 那你這樣看下去呢 就會射下去 你那個台式那個電腦的靚啦 還有再加上呢 你會很靜啦 那所以說 如果這個火牛呢 一旦 譬如一年左右 你壞了一個風扇呢 其實你買一把風扇呢 就大概是十元左右啦 那你買一把十元左右的話 好過你換成百多元下去啦 因為你百多元的話 你差不多可以買成 十一二把風扇來替換啦 那你十一二把風扇來替換的話呢 你差不多平均呢 你每年一把的話 你都可以用十幾年啦 那不用說 下下整天出去 譬如說 買一把那些 那些 火牛啊 或者什麼來配啦 因為你外面那些火牛呢 實質呢 其實不可以捱得很久 通常都是一年左右啦 那 無謂浪費那些錢啦 那我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 買的風扇 自己來換啦 那多謝大家收看啦